因为有一些修正 第一个就是我们上去之后 刚刚呢 这边没有网址 不会显示网址 现在我让它有显示网址 刚刚这边一开始是空的 那如果我更新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会跟着动 这边会跟着动 那这是 而且这边会 会显示说可不可以往回 可不可以往前 那你可以再继续 这样子它会跟着动 那再来 这一个呢 往回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这两个都可以按了 因为它已经在中间了 那再往回呢 你就会发现已经不能按 因为到第一页 OK 好 那这边就可以往下按 OK 好 那这个是 我们大致上做的 那 这个当然还是可以用的 好 OK 所以 我们现在的程式已经有贴在上面 我写2012年版 因为实在太多版 所以最上面的这一版是最新的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有一个刚刚没有没有做到的部分 我们弄错函数了 我刚刚以为是用那个 我刚以为是用这边的 先停一下 我刚以为是用这边的这个 location change 但是location change 好像是那个位置的修改 不是网址的修改 那所以真正的要要覆盖的函数呢 其实是 不是这个缝 要写浏览器 location change是位置的修改 那真正要覆盖的函数是这个 navigated navigated就是在浏览完成之后的事件 触发的事件 所以你用把这个navigated给覆盖掉 让它去update state 这样就可以了 其他的几乎还都不用写 所以其实这里也可以拿掉了 因为navigated这种事件既然有的话 好像不需要再加update state 所以我们试一下 或许可以让程式更短 好这样子 然后呢 navigated OK 看起来是对的 看起来是对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OK 我们用navigated 应该是没有错 好 它都正常 所以我还数 刚刚还多写了几行程式 刚刚还多写了几行程式 所以用navigated 覆盖掉就可以了 其他的几乎都不用再加update state 只要在navigated里面update 然后update state里面就是去设定那个按钮能不能按 还有另外一个是combo bus 就是这个 这一条的那个显示的网址 这样就可以 好 那再把这一版修正传上去好 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没用到 没用到的我把它拿掉 这些应该都没用到 对这些都没用到 OK Generics 这好像也没用到 对 那这些都没用到 好 好 那各位可以下课休息一下 那待会上课再来做 OK 好 这就无所谓加 好 优优独播 这样 雳犬 那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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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那 咱们 对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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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